楼下 没睡醒 你猜我为什么没睡醒 怪我 你再这样的话 我可能就不想来讨扰了 下次我注意 李孝搭了着眼角 扯唇没吭声 这种话 听太多次已经免疫了 不到十点半 三楼研究室 他一进门就听到了周围热闹的讨论声 这真的是医学联盟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招心了 你们说 怎么有没有可能加入医学联盟 说不好 连江远使和张远使那么高级别的人才 都没收到过邀请 感觉医学联盟的要求高得离谱 那有什么 医学联盟这种国际性的组织 拉拢人才肯定是放眼全球 这次既然来了国内 而且第一站就是咱们小组 足以说明他们非常看重我们 最后这句话是李如说的 那掩盖不住的骄傲 仿佛医学联盟是为他来的 李孝从旁路过 对于大家的讨论 恍若未闻 李如轻吃 只当他什么都不懂 杭着下巴 回到自己的研究台 继续阅读医学联盟的章程 这次机会难得 无论如何 他也要努力争取 只要加入了医学联盟 他就不信碾压不了李翘 有钱又能如何 没有实力 顶多是撒钱买特权 时间转眼 下午四点半 李孝手里拿着两份基因结构图 正在认真做对比 手边电话传来震动声 他看到来电人 起身就往外走去 今晚什么时候能忙完 有安排吗 带你见个人 谁啊 宗阵 哦 地经宗三爷 宗阅的三叔 去哪里 你给我地址 我下班就可以过去 刚到下班时间 李孝准时离开了研究室 李孝开车抵达饭庄 停好车 就准备进门 却意外在停车场 遇见了宗阅 几日不见 他的角膜发炎症状 似乎已经痊愈 俏俏 没想到 少阳叔真把你叫来了 我还以为你很忙 不一定有空呢 经过角膜发炎的事情之后 宗阅对面冷心热的李翘 更亲近了几分 他不傻 李君突然从外省赶回来看他 一定是李翘和他说了什么 本来宗阅对这段婚姻 没有太大期望 可是李君给他的这一点回应 足以让他高兴好几天 不多时 两人在服务员的指引下 来到包厢 好 中文字幕——YK 感谢观看